益漓 很遺憾老婆沒辦法幫你慶生 很遺憾老婆沒辦法幫我慶生 我覺得 應該是說 每個人就是 我現在的責任就是把 帶對帶好嘛 那慶生這部分當然是有空時候在一起做 就好啦不會當下說很遺憾 那小愛有心會在第二季漏演 誰 小愛 小愛要看節目組怎麼去安排了 最近婚變你覺得很困擾嗎 也沒有很困擾啦 就是我們知道的事情就好啦 就不會去想太多 所以之後老婆會真的回日本 然後分給兩天 我覺得這事情我們會一起討論 因為小孩以後也要面臨獨幼稚園的問題 那我們可能就是在討論說 哪邊的學習跟環境會比較適合他們在做決定這樣 其實之前還沒有討論過 你是想要有先提的這個方向嗎 其實就是 其實現在他回日本 是不是因為那個東京奧運嘛 那本來的規劃就是去年的時候 他就應該這個時候就在日本啦 對 所以就是一直沒有想 所以他要等到奧運結束才要回台灣呢 沒有沒有他三月就會回來了 那之後如果跟老婆分隔兩地 會擔心他們怎麼回事 當然不會啊 我覺得現階段還是以大家的工作為主啦 那各自方向真的是很努力的話 我覺得就是像我們當球員一樣嘛 就是各自方向努力 那就變成我們共同的一個目標啦 小孩會想媽媽嗎 小孩當然會想媽媽 對啊 就是每天都會視訊然後很開心這樣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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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